打北京脸 普京新年致辞 俄从未有帮手也永远不会有 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新年致辞中表示 俄罗斯从未有过帮手 俄罗斯专家再次警告 中俄无法成为伙伴 俄罗斯总统普京执政多年以来 每年都会在新年钟声响起之前发表电视讲话 做新年致辞 但普京2019年的新年致辞 却引起了中国网友们的广泛关注 被解读为是公开诠释了 中俄友好伙伴之间的真实关系 普京在新年致辞中说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俄罗斯各方面都能够变得更好 只有我们一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从未有过帮手 也永远不会有帮手 该消息被报道后 引起了很多中国网友的议论 一些网友留言说什么意思太伤人了 这不是在善北京的脸吗 太不给北京面子了 很明显这又是一起指丧 骂怀寒沙摄影的辱华新年致辞要抗议谴责 中共国也从未有过帮手 也永远不会有实际上除了普京本人的致辞 耐人寻味之外 俄罗斯朝也在新年期间的反思过去 展望未来过程中反华思潮也愈演愈烈 一些俄罗斯专家公开宣扬说 中国不是我们的伙伴 俄罗斯国家新闻社 在12月29日发表文章题目 为中国不是我们的伙伴 专家警告俄英警惕北京的扩张文章 引述位于圣彼得堡的远东国家研究院负责人 吉利尔考特科夫的 评论说有一段时间 我们的政府安慰自己称中国中共是我们的战略伙伴和盟友 起码在媒体上是这么宣扬的从一开始 真正看得清的人都警告说中国中共 不是我们的战略盟友 更不是我们的伙伴 两国之间的军事及政治联盟 是不可能的他解释说 因为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路径并不重合 中国金融机构很久以前 就已经加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反俄制裁 中国银行拒绝向俄客户提供转账和金融服务 已不再是秘密今年 我们的一艘船 想要去中国港口进行维修 他们以制裁为由拒绝了 这才是中国对我国的真实态度 因为他明白俄罗斯无法做出任何反击 俄罗斯专家还警告说 北京已经借着友好合作 开始控制俄罗斯的媒体 考特科夫举例说 回头看看俄中伙伴关系 北京已廉价获得了俄罗斯的森林和矿产资源 而当超过60万个俄罗斯人签名呼吁 停止砍伐森林 并以低价出售给中国时 媒体上出现了西伯利亚的森林 正在腐烂 而且因为火灾而损失惨重 所以卖给中国人 还会有所收获等等消息 而这都是北京方面的授意 对于俄中之间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伙伴的原因 俄罗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汉学博士 历史学家阿列克谢马斯洛夫评论说 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他说 中国人对于民族仇恨的记忆力非常强他 能可以不公开说 但是永远不会忘记那些 为俄罗斯占领的领土 也总是时不时的被提起 俄媒体还报道说 一家中共官方媒体所做的民意调查 显示更多的中国人认为 中美关系更重要 占63.5% 认为中俄关系很重要的 仅有大约一半的37.6% 位于第三个市与欧盟的关系 占21.7%